延續到今天 所以我們在教育上面呢 這個課題就是關於辛亥革命的琢磨 是把它是把我們稱之為國父 你們稱之為革命先行者的 孫中山先生的他過去的等等 就是特別的就是在我們過去的民族教育當中 是把它列入一個很重要的 甚至於在大學當中讀書的話 大國打仗著這個所謂的這個 不是這個虎門海戰之後 為了這個 鴉片的事情 然後1842年簽訂了南京條約 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加諸於在當時的這個 這個清政府以後 整個列強開始對清清朝的 這個子老虎的現象 開始進行了一個 一個瓜分 中華的土地上 在這個土地上開始進行了一些 在我們叫革命的一些源頭 那從中國那個方面的講法的話 等於就是說一種武裝鬥爭的開始 在這種情形底下 117年前新中會在唐香山誕生了 然後那孫 工業界肯定很成功 那麼到這邊來也是白手起家 也穿了那麼大一個學校 這個特別補充一下 剛剛謝老師沒有介紹完畢的 所以他算是我們 所謂黃埔在中華民國來講 是一個蠻響亮的一個名字 就特別是在軍事方面 所以我們在台灣 多以從黃埔畢業為光榮 也就是能夠繼承先烈 繼承這個革命的這些 先賢們的足跡去前進 所以我個人雖然十年以後就退伍了 一直在美商公司做 可是我不管是在哪個地方 我都是標榜我是從陸醫官要畢業的 所以我特別介紹一下我們謝老師 因此謝老師先代表我們黃埔在這邊的學長 先講幾句話 這是一個虛擂的奮鬥事件 我們中國人翻身的一個根源 不過我覺得我們講過去的歷史 不是談現在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 中國人你看看我們自己的 五千年的歷史文化 哪一個朝代有這麼強大的各位 所以我們就不管是兩岸 是黎色紋藍也好 是綠是黑也好 白也好 都要支持中國 這個中國兩岸的統一是 勢在必行的 你再怎麼樣 再怎麼樣去強調 沒有用 知道了吧 您要想想 這個今天在這個中東的這個所謂 連來跟這個國土的這個國家的一個 這麼一個基礎 知道了吧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這個兩岸的同胞 應該大家站在一塊 大家站在一塊 就不要給別人機會來分 你我們 挑撥我們 分隔我們 為什麼要讓人家來挑撥我們 分隔我們 我們應該大家都站在一塊 都是中國人 你永遠 你永遠沒辦法把你的頭髮染黃 我的頭髮變白了 知道了吧 人永遠沒把你的皮膚染白 知道了吧 你永遠沒辦法把你鼻子拉高 所以你就是中國人嘛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這個兩岸的同意啊 告過任何一切 但是呢 我覺得我也很佩服我們 這兩岸的這個政府的他們這種 這個裡面有很多因素在裡面 因為我接觸的這個西方的文化太多了 我剛才跟各位講的 美國人找我們學五樣東西 這在Time Magazine裡面講的 Time Magazine裡面說的嘛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第三條 跟中國人學教育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這個責任 要把我們下一代叫好 中國人是永遠在一塊 還對 中國人永遠不變 你仍然是中國人 沒辦法 所以你看看在此地 我在這裡待了23年了 我還沒辦法把我的皮膚染白 我還沒把鼻子拉高 頭髮越來越白 不是越來越黃 所以各位 我覺得我們 要用我們中國人的這個 這種思維 來去改變別人 知道了吧 所以我覺得 今天晚上這個會議 今天晚上這個我們這個 所謂大家一個 這麼一個座談會非常好 我覺得這種座談會 經常來舉行的話 我感覺這個 我們兩位這個領導在這裡 真的不錯的 我這個 這個校園不是 這個校園是我早期買的 知道吧 我那個對面另外一個校園 比這個 比這個漂亮多了 現在化的校園 我管裝潢那個校園 畫到我差不多五百萬 所以我下次來 我們到那邊去開會 那邊都是 那邊都是 那邊水位比較好一點 知道吧 我想今天 我仍然歡迎各位 仍然說他就老 歡迎各位 讓我們大家 這個中國人 永遠站在一塊 這個非常 這是我們大家的實力 各位 是我們大家的實力 不要一不要一講 這不是我的 但我也沒關係 馬英九的問題 或者是胡錦濤他們的問題 那呢 我們大家的問題 知道了吧 所以我們大家 共同的 有這麼一個公式 來讓我們國家 能夠團結在一塊 應該是我們今天 做哪裏就要目標 謝謝各位